徽宏帝宫里 圣主仿佛已然静坐了百年 宝座之下 张灵川和陆燕一人站定一边 气氛有些 剑拔弩张 至少站在张灵川后面的吐骨面者 看起来心惊胆战 大气都不敢喘 一个戴着龙骨面具的人 站在下手位置 但人在中间线上 既不偏向张灵川 也不偏向陆燕 直与宝座上的圣主相对 陪他站在一起的 是一个戴着猴骨面具的人 路眼闭着那双只有眼白的眼睛 阴侧侧道 污祸在普通人身上潜伏 孕育 成长 而后骤然引爆 直接触及超凡 一次圆满 这是早已计划好的事情 现在却差了这么多 张灵川 你要过指挥权 做的却是什么事 连鼠面留下的法相之气都动用了 难道就止于现在这样的效果吗 是圣主提前发动了温灵 你的意思 难道是怪圣主大人吗 面对长老路眼的指责 张灵川全然无惧 可以看得出来 自封灵城一役后 他在白骨道教内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跃升 与圣主合设 是你用人不力 温灵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竟然交给蛇面 当初在封灵城 他和鼠面 全面一起行动 结果更强的鼠面 全面都死了 他倒活了下来 你怎么还会愚蠢到给他这样的信任 这不恰恰说明了他保命能力强吗 张灵川的回应不嫌不淡 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你少给我抢词夺理 路眼怒道 当老夫不敢杀你吗 你当然敢 你就当着圣主的面杀了我吧 张灵川也四动了真怒 不再维持表面和平 反正在你的睿智布局下 白骨道已经在封灵城一败涂地 高层战死的战死 被追杀的追杀 凋落如许 也不在乎再死一个区区使者了 你 路眼气得说不出话 我什么我 是 引导污祸发展 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应该派弱者负责 但是谁又能动呢 您的一番不局 让白骨道没有可用之人 让庄高线更上一层 让杜如慧得以摆脱束缚 有咫尺天涯的杜如慧在 是你能动 还是我能动 路眼咬牙切齿半晌 恨恨转身 看着龙骨面者道 龙面 你怎么说 白骨道十二骨面里 鼠面乃十二骨面之首 纯以战利论 龙面却是其中最强的那一个 十二个白骨面者里 只有他扣开了内斧 实力且不论 在境界上 可与张灵川比肩 所以相对于其他白骨面者 他的地位隐隐也更超然一些 只是长时间以来都在闭关修行 在外行动不多 才不似其他白骨面者那样凶名昭著 路眼的这个问题 看似是要让龙面摆明态度站队 内里也不无埋怨其人经常闭关 以至于教内无人可用的意思 而张灵川虽然在戳路眼的痛处 但风凌晨一意已经过去 圣主就算再不通事情 也断无此时再翻旧账的可能 所以这痛处其实不痛不痒 这其中的弯弯绕绕许多 站在龙面身侧的猴骨面者眼神闪烁 却一言不发 二长老 龙面的声音中气很足 我们为什么不杀了杜儒惠 也省得你们卫手卫脚 连帝宫都不敢出 路眼 杜儒惠乃是三品神临近强者 纵观如今整个白骨的最强战力 也就他路眼一个四品外楼镜 白骨使者 圣女 龙面 三个内府镜 至于圣主的实力 白骨尊神觉醒在白骨道子之身 能发挥的战力 必然远远强过当初只能通过烙印隔空出手的时候 然而究竟能发挥多少 又是一个谜 更显而易见的是 圣主自身绝不会轻易揭开谜底 也就是说 若要涉局杀杜儒惠 只能靠他们几个 怎么杀 那还是身怀咫尺天涯神通的杜儒惠 等嫌两三个神临近强者也未必能留得下他 然而看着龙面战意昂昂 充满斗志的眼神 路眼知道他并不是开玩笑 也不是想讽刺谁 这就是他真实的想法 莽夫 想到这里 路眼甚至原谅了他喊的那一声二长老 谁不知道白骨道现在只有一个长老了 还强调二长老这个排序的 十有八九是讽刺 至于剩下的一二 大概就是龙面这种人 或者猪面那种人了 可 见路眼无言以对 张林川倾咳一声 道 杜儒惠的事情先放一边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圣主的大忌 圣主要以肆虐异国的污祸 炼为祸元化身 成就白骨胜区 现在提前引发 不够圆满 如之奈何啊 路眼冷哼道 还不是你选定的位置 太浅的人手 你看 张林川贪了贪手 又要绕回我为什么无人可用的问题了 他们两个高层在这里你推我嗓的 仿佛两个街头的青皮 一口一个你过来啊 看起来气势汹汹 实则全在扯无趣的皮 圣女更是直接不在地宫里 不知在哪里忙些什么 自封林城之后 这些人仿佛隔得更远了 龙面抬头看了看 圣主依然端坐 面无表情 亦无言语 谁也不知他有没有在听 圣主没有态度 他更不会对此有态度 猴面 吐面 龙骨面者道 进前来 猴骨面者本就站在他身侧 所以他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兔骨面者说 兔面有些惊惧的看了张林川一眼 张林川微微点头 他才忐忑不安的往龙骨面者身边挪了几步 我问你们 猪面死了 龙骨面者顿了一下 继续道 十二个人里 他最疯 也最傻 但只有他真的把你们当兄弟姐妹 你们 就一点都不为他难过吗 兔骨面者缩着脖子没敢作声 越是这副样子越令龙面恼怒 但他好歹知道 现在这女人是张林川的派系 圣主现在还需要借重这些人 如果他不想破坏圣主的大忌 就只好先忍耐 倒是猴骨面者沉默了一会儿 出声道 十二个人离死的只剩咱们三个了 他看着龙骨面者 龙哥 你说我一个个难过的话 难过得过来吗 龙骨面者一时失语 路眼闭着眼睛 脸色阴沉 看不清心思 张林川更是把表情全都藏在面具底下 只有一双情绪难明的眼睛 这地宫大殿里的每一个人 都有一副面貌 都有一种心情 谁也不知 谁真正想的是什么 便是伟大如圣主 谁又敢说真正领会了他的意志呢 就在这时 端座的圣主默然开口 时间到了 他说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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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